可以啊 甘願做一個全職媽媽 行李就要離家出走 媽媽要吃什麼 好喝那個營養的牛奶 然後我再弄那個吐司給你們吃 來就來喝這個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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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要吃個吃嗎 要切一遍嗎? 小怪他不能喝含有巧克力的東西 他自己很堅持 那反而是媽媽覺得喝一點點沒有關係 反正我剛剛弄的那個 他喝一口發現是巧克力之後 他就堅持不喝 下雨天想說來煮一個熱湯 然後再吃一口 然後再吃一口 煮一個熱湯 雞皮 然後再吃一口 骨頭 倒入骨 煮出骨 油 煮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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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骨 煮出骨 豆腐 水 油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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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排骨湯的配料 這個先跟排骨一起去燉出味道來 然後像玉米跟青木瓜的話 等到排骨燉軟之後再加 絞肉我把它分裝成一份一份的 每次就可以解凍一份 然後這個要冷凍起來 這邊的話晚上跟茄子一起煮 以前在除外的天分鐘 鼻水 一直在煮 然後配雞子 預訂 太大雞了 而且在晾紛 我不是開著 外面是這樣的 不會是 原茶 你不是開的 我不是開的 我不是開的 你不是開的 我不是開的 你不是開的 你不是開的 我不是開的 加一點鹽巴 在下雨天有一鍋湯可以喝 真的 小朋友都在加 所以可能會收到一些小朋友在講話或是吵鬧的音 好 那今天我想要炒一個辣的 茄子炒肉末 再氣再一個牛排 炒一個青菜跟剛剛那個湯 今天是什麼 今天會吃牛排 然後小白菜跟玉米排骨湯 昨天有牛肉嗎 對啊 昨天有牛肉 我還沒煮欸 還沒煮你就說香 嘴巴那麼甜 小怪嘴巴超甜 我的氣炸鍋現在在外面 這個氣炸鍋我想要預熱 先讓它預熱一下 待會氣炸牛排 3,4,5% 2,5,4個 3,5,7,7,8,5,0 看起來很美味 謝謝 反正就是最高溫讓它的牛排去炙燒 那中間我們再翻一次麵 好 這個茄子切好之後 它接觸到空氣會變黑 一般餐廳在炒肉末茄子會把茄子先油炸過 那我們家庭的做法就簡化一點 我們為了不要讓它變黑 就是灑一點鹽巴之後再泡水 好 待會兒這個茄子會出水 我們再擠乾水分 然後有些人會再加一些醋 我的書桌 媽媽還說放屁吃就滾了 誰說放屁就滾 2個 要滾去哪裡 外面 好 我等一下再去處理 買了一罐這個 快點 選擇 拆散 要用的 他會把蠐蠐水 煎死 把它的出版 很容易 把蠐蠐水 因為她是很開心的 这样的量大概加一小时 感觉辣豆加小半匙 加一点酱油 烤熟 黄炒熟 要煮下一道的時候鍋子我用廚房煮筋這樣子擦一下就可以繼續煮下一道 其實剛剛應該先煮青菜比較沒有顏色的菜 這樣子其實就可以接著煮 先分配過這邊放餃子後面放葉子 快速炒好兩道菜待會我們來切牛排 這個牛排我烤好之後讓它在裡面休息了一陣子 拿我們的熟食砧板 加一點蒜鹽 還有蒜酥 我們家鍋子我這邊指定要用金屬的 一般這種可菜式把手的鍋子 品牌方這邊就會建議大家烹調的時候把手要把它拿起來 我想說有時候我們難免就會這樣子掂鍋或者是拌炒的時候需要扶手這樣比較穩 然後我這邊就是要做成金屬的 因為這樣子比較不容易掃黑掉 然後也會比較耐用一點 外面黑黑的我們這樣子刷就掉了 裡面其實沖個水它就掉了 如果因為我這個材質都有做加強 所以累的時候還是可以丟洗碗機 像我們家是13人份的洗碗機 然後平常都是滿滿的 有時候都沒有鍋子的空間 所以我就會直接熟悉起來 但是如果真的累的時候你也可以直接丟洗碗機 盡量熟悉 那如果你覺得很忙很累的時候你要丟洗碗機也OK 隨便沖一沖 洗一洗 那這個是樣品鍋啦 到時候後面這邊都會做一樣的色系 不會有這種金屬的顏色 我們的鍋子不挑乳具 你用瓦斯爐、IH爐、電磁爐都可以 畢竟我自己本人是很想要換IH爐的 所以我們家鍋子一定都是 是用各種爐具 練習一下 筍肉 油 太湿了 终于跌倒 可以吗 可以 好了 自己弄 你要记得怎么折吗 这样点的 对啊 裤子也是啊 裤子对折之后 折这样 这样大小才一样 把里面口袋收好 可以啊 我帮忙放 太多了 我已经二年级 要帮妈妈做一些事情了 你们都几岁帮妈妈做 按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 拜拜 拜拜 继续 大姆哥按着 往上提 不是往后 往上提 对 这样子就会很容易磕到我手 你刚刚在那边扭 这边就会磕到你这边 松松饭 我想吃松松饭 她是 她是 吃了你啊 你们要吃什么 她是爸爸自己弄的 嗯 有太多国小的人来了 嗯 太多 要停下来啊 好 嗯 好 非常好 太多了 这么多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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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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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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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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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品要準備什麼啊 跟媽媽講 媽媽可能就會幫你準備 然後放學可能有媽媽接送 我們小時候這個年代 媽媽們都是在工作的 所以大部分的小孩都是去按親班 班就是回阿公阿嬤家給阿公阿嬤照顧 身邊同學媽媽也比較少有全職媽媽 所以我從小是比較渴望被全職媽媽照顧 那我媽自己也覺得說 如果先生有人力負擔整個家裡的經濟的話 他自己是很想要在家裡相父教職的 我從未婚的時候就不排斥在家裡當全職媽媽 這懷孕懷的雙胞胎嘛 然後你們也知道就是我跟你們聊過 我有早產 然後有安胎 小朋友是早產的狀況下 我自己內心是不太可能把小孩送去給保姆照顧 我就是想要親自照顧 反正一切就是很理所當然就是 我就是留在家裡照顧小孩 我覺得從未婚少女到媽媽 是一段非常自己跟自己需要磨合 這個生活轉變對一個女生來講實在太巨大了 你想想看喔 你原本出門 你只要把自己弄好就好了 當了媽媽之後你開始要想說 去那妹是不是適合小孩啊 然後小孩吃怎麼辦啊 哭怎麼辦 如果要睡覺然後如果要換尿布什麼的 然後你還要帶一大堆東西 說真的大部分媽媽弄到這些 就沒有心情再搞自己了 真的對於女生來講是非常重大的改變 那剛剛說到我本來就有點好像就是 就這樣子當了全職媽媽 然後我也沒有覺得說很抗拒這一切 但是一定也會有不習慣的部分就是 我剛生完小孩跟老公也是很常吵架 就是為了育兒啊 然後為了時間分配啊 然後身心裡都很累的狀態下 可能脾氣也不太好 我常常在半夜跟老公吵架 就是自己在那邊收拾行李就要離家出走 應該有兩三次吧 反正也沒有真的離家出走 就是好像就是假裝這個動作 然後希望老公拉住你 就是有點幼稚的舉動 其實就是想要老公來哄你一下 其實就沒事了 我家雙胞胎寶寶還很小 我有買了契作 可是我還沒有買推車 因為我們不確定說我要買哪一種推車 然後那一次就是跟老公吵完架之後 我就自己開車回桃園娘家找我媽 那時候我媽店裡面剛好就是 我阿姨也在 然後我就開始抱怨啊 然後那時候我媽也沒有勸我回去什麼的 後來我就自己回去 因為小孩在家 對於一個媽媽 就是離家出走沒有把小孩帶出來 其實媽媽其實會惦記著在家裡的小孩 少女的時候你可以無限耍脾氣 你可以無限任性 但是當媽媽之後 這些事情你好像就變成必須拋棄的 然後為了小孩 你好像也很自動 就好吧那我回去吧 那我在回家之前就先去蘭茵子 就是新竹的一個那個賣玉運用品的店 然後就去買了兩台推車 我心裡想好 自己回去實在太丟臉了 那下次如果我要離家出走的話 我就要把小孩帶出來 我就可以離家出走久一點 反正就是那麼幼稚 那時候我回去找我媽的時候啊 我阿姨就問她說 誒要不要勸你 就是勸我回去 我媽那時候就很悠悠的跟我阿姨講一句話 她說 放心啦 小孩在家裡她自己等一下就回去了 真的就只有當過媽媽才懂 你真的再怎麼生氣啊 吵架啊 小孩在哪裡 你就會在哪裡 反正就是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磨合 是沒有人天生會當媽媽的 其實是你有保母啊 你有非常強大的後援 你有非常好的經濟在支撐著你當媽媽 你還是會有非常不習慣的地方 我現在想著大家來分享 全職媽媽應該如何拓展你的社交權 我們女生在聊天 結過婚生過小孩的話題 跟未婚的人的話題就是真的差很多 那結過婚的人呢 比如說你生男寶 跟男寶媽媽的聊天話題 女寶聊天話題可能也有差一點點 我們彼此聊天產生共鳴可能也不太一樣 那雙胞胎媽媽跟雙胞胎媽媽的共鳴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那時候臉書剛出來嘛 那都會有很多 比如說雙胞胎媽媽社團 比如說我生的是養寶 然後養寶有 7月養寶的媽媽社團 大家就會聚集在那地方 然後就會聊天啊 交換一些育兒心得啊 久久之大家聊久 因為大家都是全職媽媽嘛 可能時間作息都差不多 就會出來聊天 然後就會形成自己的一個媽媽圈媽媽朋友 我自己覺得我在全職媽媽的育兒時間 我是還蠻充實 我們常常出去就是一字排開 就一堆嬰兒車 然後媽媽推著拍大合照 也常常就約很多地方去 就一起去六嬰兒 然後吃東西啊 聊天啊 然後去誰家 用他們家的公色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還蠻開心的 像我以前是在專櫃工作 接觸的人可能就是周遭的一些 都是同樣的職業的人 然後可能就面對客人啊 客人也是來來去去 也不可能真的深交什麼的 認識不同職業的人 機會就比較少 但是當全職媽媽之後 這個媽媽群組裡面 就會有護理師啊 會計師啊 或者是OL啊 就是各種產業的人 那就可以聽她聊他們各種產業的 一些有趣的事情 反而我當全職媽媽之後 我的人際關係的擴展 是比我自己以前婚前 就是在一個小地方 還要來得豐富一點 但是我真的覺得 不能把自己那種太邋遢 你必須把自己收拾好 金金神神乾乾淨淨的 你自己看了也開心 不是做給別人看 就是你自己 把自己顧好的那種 還有什麼想和大家分享的 對我有訪問過我身邊的全職媽媽們 你們在生小孩前 是喜歡小孩的嗎 我自己是喜歡小孩的 我都覺得在帶小孩的過程中 我算是有點耐性的 本來就是喜歡小孩的 所以我就是更願意在家裡帶小孩 全職媽媽必須要調整的心態啊 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習慣 真的這部分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全職在家裡帶小孩時間不會太長 最親密就是0到3歲的時候 3歲就去上課 上課你就不用一整天再帶小孩 你就開始有自己的時間 然後下課之後回來帶小孩 你會覺得那個 心情調和不太一樣了 如果要我鼓勵 現在正在隨生活樂的全職媽媽們 我會跟你說真的時間不會太長 小孩在大的時間很快的 就像我現在很喜歡看別人的小baby 最親密的時光真的就只有那幾年而已 所以辛苦的時間真的不會太長 它是會過去的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也是問過我身邊的媽媽朋友 這是非常現實的就是老公給家用 大不大方 囉不囉嗦 今天大上就和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我願意成為全職媽媽 最重要一點就是我自己也願意 這才是一個重點 我自己也各是我一個重點 這時間不會太長 這一定是我生命的旅途中最珍貴 然後會讓我想要回憶的一段時間 今天的Vlog加聊天主題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OK 喜歡就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